Hello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呢 我来办一个粉丝的牌子 有位粉丝呢 在私信我 他说 抛弓怎么练 但是呢 打字没有办法有语言描述 那今天呢 我为你录一个小视频 首先呢 这个时候的腕子就不能说特别软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用这个手支撑整个弓子的力量 然后呢 我们可以现以外线为主 大约拉弓子的中弓一点 就不要太靠在前半弓 中弓或者是偏后那么一点点 然后呢 然后拉起来大约有这么不到一眨的这种高度 让它自然的下弹 弹 你看能看到弓尾 这个弹性嘛 但是前提呢 这个弓子也是要有弹性的 最好用好一点的弓子吧 然后呢 我这有很多特别好用的弓子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可以私信我关于弓子的问题 然后呢 弹起来之后 下垂要能感受到这个弓子的这种弹性的声音 用手手腕不要太放松 它们都是一个整体 是一组 一组 再一组 要慢慢的练 那那些也是一样的 你先要拉紧 然后呢 也要注意弓子不要塞到弓口里 这样的话就太紧了 可以拿出来一点 把弓口放出来 大家看到我在抛风的时候呢 基本上很快速的时候都是在中弓偏后的位置啊 那只能说 大致的为大家讲解一下 那下面呢 我会拉大家 拉一手兰花花的一个小块板 这个兰花花呢 它正好中间有一段带抛工的一个小块板 这个兰花花花的一个小块板 哎呀 这个瘤海比较尴尬 我最近还在养头发 好好 就先这样 拜拜